东吴廉假结束,好天气还没结束 本周依旧是晴朗炎热 不过依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这周水气会变多 午后雷震雨越来越明显 降雨时间虽然不长 但提醒民众出门在外 注意防晒补充水分 建议攜带轻便雨具 并注意雷急以及山区的溪水暴涨 东吴四天廉假结束 好天气还没结束 这周依旧是晴朗炎热的天气 不过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这周水气将会增多 山区容易有雷震雨发生 尤其周三周四较为明显 从整个气象资料来看 这一周午后都会有一些雨的情形 然后局部地方有可能比较大的雨是 然后7月1号、2号在仲谷的地方 下的雨可能雨是会更大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基本上在1号、2号 我们的雨会比较明显 然后温度可能会下降一点 然后从29号到下礼拜 大概温度大概都在33、34的一个情形 不过基本上 我们的体感温度还是会比较高了 气象局仍然针对花莲这边中古的地方 发生高温特保就是一个成灯的形式 所以基本上这一周还是会比较严的 气象局提醒 没下雨的时候仍是高温闷热的天气 要注意防晒并试时补充水分 外出活动建议携带轻便雨具 防晒又挡雨 如果有安排山区西边活动 更要注意午后雷雨 带来可能的雷急及吸水暴涨 记者长方燕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